嗨,你好,我是直辉,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提供 区块链Web3域名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服务平台 Web3域名呢,我们圈内小伙伴都知道 它的好处多多呀 它可以实现钱包地址 用户账号信息等相关信息的一个聚合 那我们以InS域名为例啊 可以直接与太坊钱包地址 还有Web2的邮箱 NFT交易账号 或者说甚至上千个社交平台绑定 那有了InS域名的用户呢 可以直接用之接收相关发送 以太坊网络上任何的加密资产和NFT 那只要是标准的以太坊就可以 明白了,您继续说 接下来我在电脑上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拥有一个这样超酷的一个Web3域名 那如果说对此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本期视频一定要详细看到最后 底下呢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通过链接直接跳到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Web3域名 拘合器的一个官网 那官网默认是英文版 英文不是特别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浏览器的翻译功能 把它翻译成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些域名的一些后缀 有些.zap.bnb.eth.arb 还有其他Solana 888,rx这些都是有的 包括比特币 这些呢就是域名的一个后缀 先科普一个小城市啊 什么是域名 我们访问的谷歌.com 百度.com 我们在浏览器里输入的这个网址 其实就是域名 那什么是Web3域名呢 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域名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址 那它能做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通过网址去访问一个网站 那Web3域名呢 它不仅可以绑定我们的一个网站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当你拥有一个Web3的一个域名之后呢 你可以绑定你的网站 绑定你自己的一个钱包地址 还有社交媒体里边成千上万的一些账号 都可以用这个域名去进行绑定 而不需要记住那么多繁琐的一个账号 那在你下次需要登录 或者需要转账 或者是需要访问网站的时候 只要这一个域名就好了 域名非常大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拥有唯一性 不管后缀是哪个 只要你申请了这个域名 往后呢 别人就不可能再申请了 就像注册商标一样 不可能有重复的 那么到属页之后呢 我们先点击这个登录和注册 我们可以使用谷歌账号 和你的一个Web3钱包 都可以进行登录 我们来选择Web3钱包 最出名的小狐狸 我们点击一下 只要确认相关签名跟链接 你在这边就已经表示登录成功 那我们如何去注册一个域名呢 刚刚讲过了 域名具有唯一性 我们在注册之前可以先查询一下 我们需要注册的这个域名 是不是被别人已经先注册过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查询一下 你需要注册的域名 是不是已经被别人抢住了 比如说你叫张大头 然后呢我们来点击搜索 在这边我们会看到 所有后缀里边关于张大头这个名字 它相关域名是不是有注册 根据这边显示 基本上都还没有注册 这边我们会看到 它相关的一个价格 这边是对应的一个网络 那比如说我们非常喜欢 这个张大头.x 在这边我们可以把它 加入到购物车里边 在这边选择好这个价格之后呢 我们点这里就可以进行购买 这边相关费用 其实加起来也就是40美金 那在此进行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账户里边把自己相关的一些付款方式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信息 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 你的全名还有你的邮件地址 包括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们来点击更新 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击购物车 查看我们要购买的这个域名 这边有两个付款方式 假如说你有Visa或者是起因年的卡 在这边我们注入它的卡号 比效期还有CVC的53位数 之后呢选择自己的国区 然后在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付款 另外一种付款方式就是主流的 用数字货币进行付款 我们来点击付款 左边是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可以查看完之后点击确认 这边呢就选择付款的一个币种 有SDT然后呢这边会选择自己的网络 比如说我们来点击TRC20付款 然后点击确认 OK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二维码 跟它的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其他钱包 或者其他交易所里边的资金 转到我们对应的这个付款地址上来 我们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打开交易所 那说到交易所呢 OK呢是全球排行前三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我们在OK上做相关的一些数字货币投资 包括现货合约还有其他延伸品 都非常非常安全 那如果说还没有OK账号的话呢 视频下方有一个OK的注册链接 通过指挥那个推荐链接 注册的OE账号 往后你所有的交易手续费 都会减免20% OK假设你已经有了OK账号 并且里边有对应的资产 我们在这边点击资产 然后提币 币种USTD 然后呢链上提币下一步 这边呢我们要付款的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在这边 转账网络会自动弹出来 我们的金额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不要多也不要少 40.08 最后点击下一步之后呢 输入相关的密码跟验证之后呢 大概等个3到5分钟 资金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 那当资金到达的时候呢 表示我们这个域名已经购买成功 大家知道看到 我自己有购买了一个 Andway.eth 这个表示已经购买成功 哇这个域名跟小狐狸钱包 已经绑定在一起了 那当客户需要向我转账的时候 就不需要输入这个非常长的一个地址 只需要输入这个域名就可以 就很有趣 那当然他除了跟自己的一个钱包 进行绑定之外呢 他可以绑定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 成千上万个账号 都可以集合在这一个web3的这个域名里面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期 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今天除了域名注册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域名停放的一个功能 今天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什么是域名停放 域名停放简单讲 就是可以把你已经注册好的域名 但是暂时不用的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相关的一些广告创收 方法其实也非常简单 把注册好的域名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停放设置 还有自定域它相关里面的一些广告 当别人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呢 就会弹出相关的广告 那广告你自己还有相关的一个收入 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平台上 自定义它相关停放的一些模板 打开之后呢就像一个网站一样 里面有相关的一些广告 还有你自己对这个域名相关的一些介绍 其实域名停放 它除了广告收入之外呢 还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注册 这个自己不用的域名 那举个例子 我们注册一个叫刘德华.x 那为什么要注册刘德华.x 那因为他是明星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OB3领域里面 也可以注册一些目前明星 或者说一些非常火的一些流量明星 他相关的一些域名 当然这个是需要机会的 那等来一天这个叫刘德华的 他突然想注册这个刘德华.x 那发现已经被你注册了 那他就要找你 他找你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你这个停放的域名上联系到你 然后呢你可以跟他出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因为因为域名具有独特性 唯一性 他只有通过你去购买 因为是你先注册的 所以呢抢猪域名在之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一些老的网民应该都知道 百度之前呢就收购了一个叫好123的一个域名 那个域名呢就是一个网吧的网管 在无聊的时候就注册了一个 然后呢他做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去做的网址导航的一个网站 被百度看上了 最后呢收购他的一个价格是100万人民币 讲这些呢其实想告诉大家域名停放跟域名抢猪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发一笔横财 当然那个已经是在web2的时代了 那个时代已经非常非常饱和 非常非常成熟 很多域名其实都已经全部被抢猪了 那时至今日呢 其实web3领域的一个域名抢猪 还是一个非常初期的 我相信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机会 大家可以稍微把握一下 我们在这平台上可以注册各色尾锥的相关域名 那这些域名的后缀呢 有一些是每年都要收费的 但是有一些是一次性的 就是我们只需要购买一次 往后他就不再收费了 所以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可以看他详细的一些介绍 是一次性收费还是每年交费 注册哪个要注册多少 根据自己的一个时宜情况量力而行 视频下方有非常多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 有Facebook还有推特 我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平台非常不错 不仅可以注册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域名 同时我们把一些自己认为有投资价值的 也可以注册下来 停泛在平台上 那说不定就是一次报复的机会 那在新年来临之际 官方也给了非常多的一些高级域名 一些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 比如说结尾是888的 还有X的 比特币的 还有Go的 大家都可以在那边看一下 想象一下自己的网站 如果说有一个2.888的一个网址 那该是有多么的酷炫 包括自己的公司 还有自己的一些个人官网 那如果说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活动页面挑选一个 自己比较喜欢的 那数量有限 买一个就少一个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看到有缘的 就下手吧 我的频道专注于国内外优质网 赚项目的研究和最前沿的网赚思路的分享 如果你是在找一些不需要花钱 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就可以做到网络创业和网上赚钱项目 记得在屏幕底下订阅我一下 我是志辉 拜拜 拜拜